一款简单的香葱炒豆腐 调料简单就用蚝油即可 做这款菜我们需要准备豆腐 香葱 我们先把豆腐对开切 然后再切三分 我们将豆腐放入 然后大火把它煎至两面金黄 一面金黄我们轻轻地翻过来 煎另外一面 用那个水豆腐来做呢 口感更嫩更滑 好 现在煎至两面金黄了 我们用蚝油调味 我们再煎至两面金黄 我们再煎至两面金黄 然后放入香葱 炒出香葱的香味 就OK啦 一款简单的香葱炒豆腐就完成了 调料简单就用蚝油即可 好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